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有工作的 在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三章 从第17节到第19节 里面写到 你必须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面得到吃的 因为这句话呢 圣经定义了人类工作的定义 不过人类的工作 真的是从宗教里面开始出现的吗 在西班牙还有在法国边境 所发生的这个古代的演化上面 你可以看到是人类共同地来协作 然后一起来追捕动物 那其实在狩猎的社会里面呢 早在三万年前 人类就透过了合作 来创造劳动的价值 而它里面也产生了 各式各样的技术 还有文化 那么这就是劳动最早 在文明里面被认识的一个发端 而这个发端呢 慢慢慢慢地随着人类 进入到了农业社会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156年 由这个低帝国的这个画家 彼得布鲁哲尔 他所画下来的收获或收割 就像圣经一样 在辛勤地流下了汗水 然后从土地里面 获得他们想要吃的东西 那有另外一群人 他们可能是工作结束了 在旁边休息 而这里面所呈现出来的 是一幅这种安详 这种喜悦的这种 日常生活的景象 不过这样子的景象 并没有被神圣化 劳动第一次被神圣化 或是又具有怀旧气息 应该是来到了19世纪 包括了我们所了解的 巴比松画派的这个米勒 米勒用一种非常前进 接近于宗教行为的方式 来画的这些 无论是石碎者或者是顽岛 将农民的身份 将劳动者的地位 把它提到了至高无上的 这样子一个高度 而在这样的高度里面 所延伸出来了 包括了我们所看到的 例如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 那人们怎么样去重新看待 重置家世 因为家世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在历史的演化里面 被认为它是一个劳务工作 不过这样的劳务工作 慢慢慢慢地我们可以了解到的 农物跟家世 这就是长久以来所存在的 但是如果在工业革命之后 也就是1776年之后 所出现的这种产业 包括了这个人跟机械 来共同的协作 到底是如何呢 可以从20世纪收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面的这幅画 在建造城市 在建造城市这幅画里面可以看到 人他因为高度的分工 那人就在自己的职位里面 从事他应该要完成的职责 但是在完成这份职责里面 似乎他也慢慢地忘记他个人的特色 还有他个人这个精神特质何在 那随着这样人类开始反思之后 经过了第一次 那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随着电脑科技的兴起之后 人类对工作又有另外一番想象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由保罗穆尔所画下来的 就是工作的十字架 在工作的十字架里面可以看到 人类被盯上了十字架 或者是劳动者被盯上了十字架 而旁边出现了两个机器人 带着恶意的笑容 来看着这个被盯上架子的这个劳动者 到底人类会不会因为AI或机器人的出现 而产生这个工作被剥夺 那人类的工作今后应该何去何从呢 在今天的青春爱读书 我们要透过一本书的这个讨论 也就是2030工作地图 透过这本书来好好地了解 在未来的工作趋势里面 有哪一些工作会被取代 有哪一些工作具有发展性 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思考自己的未来 我的谢德青 欢迎收看今天的青春爱读书 嗨 我是机器人小布 你能想象十年后的未来长什么样子吗 是机器人满街爬爬灶的科技大官员 还是你可以借由科技载具进入虚拟世界 完成你一天的日常呢 有日本比尔盖茨直升的日本企业家 绝江桂文 以及世界科技奖得主的媒体艺术家 洛和阳一 合著了一本2030工作地图 形塑十年后的科技文明社会 到底哪些现有的职业即将消失 哪些职业具有发展潜力 而我们又应该如何决定我们的未来呢 2030工作地图 书中提及人类对机械的植物分工 会逐渐达到最佳效益化 并以成本作为最佳化的评估依据 倘若机械生产的成本较低 那么就将职务交给机械即可 不用花钱请员工 还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 除非个人技术具有附加价值的职务工作 才需要透过人类来完成 书中取了日本连锁寿司店为例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藏寿司将以往人类的服务项目 分出一半让机械化处理 人类成为机械与机械之间的协调者 当你走进寿司店 在座位上你可以用平板 来点选你要吃的餐点 电脑会统一管理点餐内容 厨房接获电脑指示后 机器负责将醋饭捏成团状 放上寿司料的收尾工作 交给人类来完成军舰寿司或握寿司 出餐透过回转机台及机器的缜密计算 运送到指定的座位旁 而客人用餐完毕后 只要将空盘放入一旁的投入口 系统就会寄入盘子的数量 同时也会将此次的用餐金额 回报到前台以立工作人员结账 仔细回想 当你点餐时少了一个点餐人员 厨房捏饭团机器 也省下了寿司师傅的作业时间 出餐时少了端盘人力 用餐也少了收盘子的服务生 而且电脑也已经将你今天的消费金额资讯 汇至前台 柜台人员也不必透过计算机计算金额 适当的运用科技施加进化压力 从而让市场产生淘汰压力 面对未来 有些传统产业不得不命令采用科技 来进行技术的升级 根据市场原则 无法适应的人类 即使是产业都可能被淘汰 而半人力半机械的组合 将会是未来职场文化的最佳解方 倔强贵文与若何阳一 从日本的文化社会中 看到了未来科技文明的前景 并大胆假设未来十年 将会有34种定型化工作即将消失 或人力需求即将大幅度减少 这些职业包含了传统文化 所追求梦幻职业 例如医师 老师 律师 会计师 工程师 或是铁饭碗支撑的行政人员 公务员 银行员等 以及像是书店 仓储物流 餐饮业 农业等产业 在所有发生的工作项目之中 哪些部分让机械处理 哪些部分早有人来负责 这类的设计工作 只要让有创意的顶尖人才来执行即可 举例来说 洛河洋溢认为 成为一名工程师并不难 现在有越来越多资源 能以便宜的价格学到相关的专业技术 总有一天会变得像使用试算表一样 人人都能轻松学会 在未来科技社会中 这些初阶工程师 很容易被电脑科技 甚至斜杠人力所取代 在这个工程产业 仅会留下能创造出 高科技的高阶研发工程师们 然而 作者也提到 这些被列出的定型化职业排名 非绝对正确 其准确度可能跟占卜差不多 这些职业并不一定会完全消失 而我们也不该局限在 这些既定的职业清单中 去思索我们的定位 作者因应日本社会 面临高龄化与少子化的双重夹击下 提出许多未来的看法与建议 希望解决日本面临科技变迁时代 转变的思维能力 科技的变迁十分快速 十年前的我们 可能也没想到 现在是人手一台智慧型手机的年代 在半人力 半机械的工作条件下 我们要成为那个无可取代的人力 创造非你不可的价值 使你不再被高科技所框架注 让我们一起打开2030工作地图 一起看看身为21世纪的我们 都该面对哪些不同的挑战吧 七段的书看我们读什么书 我们今天读的是 2030工作地图 到底未来的工作模样会是什么样子 而工作的模式 还有它的内容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那我们今天先邀请 我们先欢迎今天的高中 以及大学同学们 欢迎你们 无论是AI 元宇宙 或是跟我们生活未来科技 有关系的这个内容呢 我们就邀请到重量级的导读老师 那导读老师呢 不仅仅是元宇宙跟VR实境的专家 那么他更是在政大传播学院担任 这个教授的职我 所以请同学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 一起来欢迎李日学老师 对于这本书 2030工作地图 那你们对哪个观点最有兴趣 所以我们先从来 芊怡 书中有提到就是说 在公司工作就等于被 关于这一点我感到很有兴趣 因为我们都会想说 我们领公司的钱 所以研发出来的产品 成果归公司所用很合理 但是却忘记那其实是你的心血 当你的东西被研发出来后 举例来说就像是COVID-19的疫苗 大家只会记得说 BNT是辉瑞研发出来的 但是并不会记得说 是辉瑞里面的谁去研发出来的 可是这是你研发的成果 但是却因为你隶属于公司 领公司的钱 然后就被它夺走了 是 所以你都对这一点特别有感受 对 是 好 这是芊怡的分享 接下来 雨昕 我看完书之后 比较有感触的一点是 书中有提到说 其实人类跟AI最大的差别 是我们有 所以看完整本书之后 我觉得最大的启发是 我们应该要时刻保持自己 就是习惯性地去思考 每个看到的事物 并不只是接受 那这样子或许也可以提高 我们在未来跟AI的竞争力 是 好 这是于昕的观点 接下来 陈 最惊讶的点是 是不是真的不需要学校 因为现在网路上这么发达 很多人都会从网路上的影片 YouTube上的影片去做学习 但是那些学习的影片内容 没有人去说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 还是只是谣言而已 没有人教我们去分辨这些的真伪 所以我们会不会造成 更多的谣言跟不时的消息 在网路上传播得更快速 然后造成大家的认知上的错误 好 这是真的 这是看法 接下来我们来邀请一下 来 我对书中最印象深刻的是 他说你自己 其实不一定需要拥有钱 你只要有好的想法和企划书 别人就会投资你 所以你就可以生存下去 不一定要拥有钱 是 好 这是芷芸的看法 接下来 维宇 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我们不用存钱 我们要改成存信用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都是线上的 像手机里面有 Apple Pay Line Pay这种的 但是又变成有个问题是说 如果我手机掉了 别人知道 别人拥有我的照片 或者是知道我的密码 那是不是就会又有一个 财经问题的一个产生 所以我觉得 好像可以再更深入地讨论 是 好 这无疑的看法 追下来 来 小黎 我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 他提供宇宙相关的开发产业 然后想说 对 那种对于未知的东西 包括宇宙 包括深海 甚至我们现在AI后续的研发 都是属于未知 所以就需要人来开发它 创造它 是 因为在这本书 2030工作地图里面看到 它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扫子化 所以我们当然就有很多书 还有很多的研究 那今天邀请到的日轩老师 是这方面的专家 那这本书到底要跟我们谈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 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看 因为无论它提出来 论点大家同不同意 它给你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式 所以第一个它强调 工作不再是领薪水的那种工作 而是你自己有没有热情 去创造一些什么想法 所以要从这个既有的 就是说我要有一个前景的工作 它会给我多少钱 这样子旧有的框架去突破 那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那第二个它提到的是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网路 然后到现在这个AI 还有元宇宙VR AR 整个科技怎么样来加入我们人类 来就是创造 还有生产力的一个过程 你可以看到它是怎么样 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些事情 那它可以取代多少 百分之的一个工作 或等等之类的 所以人怎么跟机器 一起把事情做出来 这个是它提出来 所以它就会它整本书 主要是以AI这个举例 就是说AI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它可以取代掉什么样 模组化的工作内容 那人跟这个机器 还有这个系统AI 怎么样一起完成事情是重点 所以整个思考模式 都要去做一个很灵活的改变 是 可是在面对未来的职场变化 里面有很多 就是我觉得这本书 会出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因为很多人抵抗 或者是不愿意接受工作 会消失这件事情 对不对 尤其认为就是我的工作跟人 非常有密切的关联 为什么我的工作会被消失 会消失 那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奇特 是你的 对 你到底下了什么指令 我下了就是 AI跟人类大战 是 对 因为我想说既然都用AI来绘图 那我来看AI想要表达 什么样的东西 那老师呢 今天要拿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 就是AI 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念的是艺术史 那艺术史里面呢 我们这一方面 在这个领域的人 有这一方面的骄傲 就艺术绝对不可能会被取代 对不对 但是呢 越来越多的证据 从文学创作 甚至于建筑 可以看到普利兹克讲 近几年所有的建筑设计 都是跟这个 就是用非线型函数的这种计算方式 然后设计出来的建筑 所以这让大家觉得说非常奇特 那这些AI的作品 老师你怎么看呢 AI它的这个图库 也是人创造出来的图库 所以它去算的这些东西 而且它要生产出来 我们人要给它指令 所以给它指令以后 它才会做出来 所以它不会自己生成一个什么图片 所以其实人跟机器 还是协作做出来这个 我觉得其实 虽然很多艺术家坚持说 一定要成人类创造才是艺术 但我倒是觉得 人跟AI一起创作的 当然也是艺术 因为人去下指令 然后告诉他说要做出什么东西 是 因为艺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观点 是它跟人的生命经验有关 就是它跟我们人有关系这样子 那这张图 如果说用一个 你说受过艺术史训练的去看 这个就是19世纪 法兰西学院派 像莫罗那样子的画 他画出来的画就是这个风格 那听说同学你们 你们也有人拿自己的作品来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我下了简单的四个指令 其实我一开始 我尝试了好几次 一开始我就下了那种比较多的指令 然后发现 就是它的电脑理解 好像跟我不大一样 所以呢 我后来就把我下的指令给简化了 那基本上就是 下面看到了四个关键指令 对 那我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还蛮特别的 虽然我画 就是它产生出来的东西 就是也跟老实讲 它其实跟我想象中的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我脑海中出来的图片 好像不是这样讲 但是我觉得也蛮特别的 是 这是倩华 是你的 对 你到底下了什么指令 我下了就是 是 对 因为我想说既然都用AI来绘图 那我来看AI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打了这个关键字 就是AI 人类 然后打架 这样 然后我就也是一样 跑出很多图 很多图我都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 他们都会把 AI好像画得比较厉害 对 因为刚才老师有讲到 就是你看从同学他们自己的实作 到老师你自己 还有你身边的朋友 艺术家们 他们重新创作 你以专业的观点来看 艺术家会消失吗 其实我觉得 因为其实AI它的源头 全部是来自于所有的图库 所以其实我觉得 人还是主导的那一个mindset 就是一个大脑 然后AI是这个工具 它只是把所有图库全部整合出来 然后全部混合进去 会烤出一个什么面包 那你再去decker 就是去装饰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你的艺术品 是 在这边清单读书 有准备了一段影片 让大家来看一下 那这个影片讲的是 星空咖啡厅 那是在1888年的时候 范古在亚尔地方所创作出来的 它是VR的 是不是 对 虚拟的 虚拟实境 是 那我们以前看这些画作 是不是都平面的 但它现在是直接让你戴上VR 虚拟实境眼镜之后 你就进入 你有没有看到 除了夜间咖啡馆 还有范古就在右边 刚刚左边 钢琴上面还有这个向日葵 你看我们到窗边看到的是什么 是范古画的星空 所以你可以站在范古旁边 然后一起看它看的星空 那我觉得这个是虚拟实境 可以带来很特别的一个艺术观赏的方式 是 因为现在都 现在因为元宇宙包含其他的这种技术的拓展 所以很抢救 就沉浸式的体验 在2030工作地图里面又提到了 有34种定型化的职业 可能在未来的10年 甚至在更快的时间之内 它会因为AI或是现代科技的加入而消失 老师你认为就是在未来 因为其实在研究未来趋势里面 工作消失的趋势 它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决定 我觉得这本书它提到是说 AI会取代掉一些模组化的东西 模组化 所以如果你的工作内容是可以模组化 比如说现在消失的就是收门票 收那个停车费的那个亭子里面的人 因为我们可以车牌自动辨识 然后可以自动扣款 可以用电子支付 所以我们不再需要那个人在那边 因为它可以模组化 所以比如说会计师 如果你可以把会计的流程全部模组化 那是不是AI就来处理就好了 但是记账 统计 就是给它输入一些东西就好 所以各种行业 如果你的这个职业是流程都可以模组化 那AI或是系统就可以去取代 是 那既然有这么多工作 在2030的工作地图里面 它预言它会消失 有没有哪一些工作的消失 让同学们来 非常的震惊 工程师 管理职跟创意工作的秘书 有没有谁要跟我们分享 有没有 我这是写秘书 因为其实像手机也有形势力 那其实秘书其实就是提醒老板说要 今天要有什么行程呢 那如果秘书会被AI取代 那我甚至是觉得说 既然手机有形势力 那是不是手机出现的时候 秘书就要被取代掉 但是没有 而且秘书的其实脑袋要很灵活 不可能被取代掉的 对 好 所以文宇的看法是这样子 关于这一点 老师你觉得 刚刚在试一下的时候 我们跟老师想说 秘书好像会第一个被取代掉 对 但是我完全同意文宇的想法 我觉得可以取代的是 比如说Tax Manager 就是帮你处理提醒的事项 但是其实秘书很厉害 如果知道你行程全部嘎了 如果以人的思考 他就会知道这个人情事故 是不可以被就是挡掉 所以他会桥掉另外一个会议 对 他这个是可能AI没有办法帮你做 不然就是可能也许未来城市要进化到 你跟他说我排序这个一 这个二 但是他没有办法用很人情事故的方式去讲 你想想看对方老板多重要 然后结果AI打电话跟他说 因为怎么样 然后请你帮我排序 因为排序你在后面 会生气吧 对 会生气吧 就是他用人话讲 你还是觉得 你怎么没诚意 用AI跟我讲 还有就是很多眼色 或是说人情 尤其在东方社会这种关系 特别的细腻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需要贴身秘书的 对 所以Win 你来就投一票了 对不对 大家赞成你 他不会消失 还有谁来跟我们分享 有没有 来 我认为是创意工作者最让我正经 为什么 不能被取代 因为我觉得像刚刚老师有讲到 AI也是建筑于人类的艺术创作上面 而且AI主要是透过大数据去创作 所以它创作出来的东西 也是建筑在之前已经有过的 它没办法向人类再去创造 更多新的想法 新的东西 所以不会有更新的想法 更新的东西出现 就是一直是重复的 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 对 但慈恩的观点 老师 你怎么看待呢 创意工作者虽然不会消失 但是AI可以提供 我像我没什么创意的人 我也可以有创意了 你懂我意思吗 变成它的门槛变得好低 所以变成所有人都很有创意的时候 我想作者要讲的是这个 因为AI可以让每个人 比如说我虽然没创意 我只会说我今天想要一个金色的天堂 但是AI可以帮我算出很多细腻 怎么样金色什么 是什么样的精神 没有想象过的金都出现了 那变成每个没创意的人也可以透过AI变得有创意 所以变成创意好像就没那么的稀有 所以也许她说的是 稀释不一定是取代或是消失 好 现在你看这个创意工作者跟密室都变成选了 有没有选管理职 千千你先来 因为我们都会听到就是说管理职要有统育的能力 然后要能纵观全局 就是你要有思考能力 但我们普遍认为说 AI就是我们给它一个程式 它用这个既有的程式下去运算 那它怎么会有思考能力呢 所以这是你的观点 对 那千华呢 因为管理职的话我们想说董事嘛 那董事是AI你会想理他吗 其实他们不会 他会发索票就好了 对 而且再来就是 我们现在学校很多都有管理学院 那所以到底那些学资馆 财馆的 他们到底要干嘛 所以我觉得资馆最重要就是 我们运用资讯科技来帮助我们做管理 所以现在才会去学什么ERP 有的没的这样子 余欣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个观念是说 在未来可能有变成是说 资讯工程师的门槛会变低 其实我觉得现在现实中有的例子 可能像是Scratch 这种普通人都有办法写出一套程式 或是一套简单的游戏 那如果这个模式再继续发展下去 我觉得我认同书中的观点是 未来可能会有很多的软体 去辅助我们这些普通人 去写程式 去写资讯工程 那么如果要真的成为工程师 拿来当职业的话 可能就要真的很顶尖 所以我认同书中的观点在这个部分 是 好 那无论是工程师还是管理职 老师你怎么看呢 我先回应管理职的部分 我其实有一个狂想 我觉得管理职如果AI 它如果都是透过每一个人的表现 就是绩效跟表现去做管理 它一定可以提出 最佳化组合的管理方式 而且不会受到人情事故的影响 那当然我还是觉得管理的人 不会全部消失 但是会扁平化 也就是说不会有这么多个 什么乡理 什么协理 什么 它就扁平化 就是一个最后的董事在那边 然后看这个AI给它的组合 它就直接这样子去分配 因为人力最后是最稀缺的资源 它看这个所有报表 去看说谁最适合 坐哪个位置 那这是我的狂想 我觉得书中给我们的一个启发 我是这样想 所以再次就是人跟这个AI 怎么样达到公司最大的效益 但是像工程师的话 我觉得于心提到一个很好论点 其实是跟我们现在网路有关 Web 2.0是我们现在处在时代 就是差不多2.5了 那它有一个特色就是 它把网路上所有的这个程式 全部模组化了 所以它提供一个平台 我们现在是不是在网路上 都不需要学HTML 什么都不用学 我们就是在平台上面 上传一个影片或是写一段话 我就在脸书上就可以讲话 我可以成为部落客 所以等于说程式东西可以模组化 以后就是AI帮你弄平台 你就参与就好 你就用讲的 然后就全部都出来 所以我是很同意这个部分 是 可是你知道像工作越 就是当有人来服务我们 这也有点像是我们用了 这个天方夜谭里面的精灵 对不对 有精灵帮你服务很多事情的时候 那主人就是 那你剩下时间你要干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奇妙的 那剩下这些时间我到底要干什么 多出来的时间 很多人不知道真的要做什么 那当然所以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 未来的趋势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也许会有新的工作形态 或者新的工作内容 有发展性的工作会出现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2030工作地图里面 就出现了有发展性的工作 然后这里面就列出来很多 那在这里面 你们有没有有自己的观点 看法说他会被取代 还是他不会取代 还有你对这里面其中某一个工作 他的未来你有你自己的想象 有没有谁要跟我们分享 有没有 维宇 我觉得无人机 因为其实台湾有尝试过 用无人机去送外卖 那他们其实是用半夜去尝试 就是试飞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很顺利地送到的 但是当他们在晚风 就是下班时间 其实就是吃饭时间 他们在尝试的时候却失败 所以虽然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是好像也不是马上可以发生 但是是可以发展的 是可以发展出来的 对不对 子余你呢 我认为YouTuber是有发展性的工作 因为他是依照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你自己有创意性的 有些人可能非主流的 就会有不同的影片观众群这样子 好 来 你们把你们的小黑板拿起来 你们写下来 你们认为这里面哪一个工作 在台湾具有发展性 好 来 一 二 三 占卜师算命师 干得好 你决定 你决定 AI不会算的比你 精神科医师 对不对 艺文创作者 来 老师你想听谁的答案 传统文化 来 传统文化的从业者 就是他们不管是做教育 或者是做演出 其实 AI都没办法去复制 因为它已经没落了 那所以只剩下我们这些少数 少数民族 可以把它复兴起来 对 所以我觉得 传统文化从业者 就是一个 AI没办法取代 甚至未来有可能复兴的行业 来 文宇你先来 我是写精神科医生 因为其实现在的步调太快了 所以 而且其实精神疾病的年龄 一直在往下掉 所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前途的 还是得靠医生自己的经验 去做探断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还算有前途的 还算有前途的 对不对 那于昕呢 你写的是艺术创作 对 其实跟我们一开始 讲到的是艺术创作 因为 就像老师讲的一样 我觉得在未来有很多基础的 或是重复性的工作 就会被机器给取代掉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人们可能就会多出 很多的空闲时间 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 大家会开始去注重 生活上的品质 或者是美学的部分 那虽然我们这一代好像说 就是搞艺术的都吃不了饱饭 但是我觉得在未来 其实反而是说 艺术或是自己手作 手作的制品这些东西 有温度的东西 反而会就是很受大家欢迎 是 老师你认为呢 就是他们选出来的这些工作 他们自己的观点 然后跟未来这个数位发展的趋势 人机协作的可能有多大呢 知识创造者 艺人创造者 还有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的保存 以及文化的保存 这个其实是AI没办法做到 因为他不知道有什么文化 就是人自己文化 就是人跟人互动产生出来的现象 那这个人才会自己有感觉 或是有这个敏感度 说要把它数位保存 数位记录 所以我反而觉得 即时这些东西是元宇宙 可以去做的一个很大的方向 那还有创造者 这些就是没有办法取代 比如说我都很希望论文可以 就是AI可以帮我写论文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他可能可以未来帮我刨统计 就我告诉他说我要弄什么 但是我还是要去想那个原本 然后我要去观察什么东西可以去做 那这个AI没办法去观察 对啊 而且AI如果写的路 如果他跟别人有87%这样 也很麻烦 所以到底就是人在面对未来的这个世界 有时候这个人机协作 还有这个AI对我们人类社会的影响 其实我们还在观察当中 而且我们是进行事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要请大家 要再把你们的小孩板拿起来 因为你们现在是学生时代 那你们很快地就要面临职业 你们有没有想要做的职业 就是未来你们有想 就是你们目前为止 你们觉得你未来你想做的职业 好不好 你们向往的志向 老师想听谁的呢 一个人一句话 一个人一句话 那我们从药剂师先来 药剂师 因为我喜欢那种有 要告诉你你要做什么 它非常有系统化的事情 就让我明白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是 那你不会怕未来被举代吗 对 有可能 所以如果以后 全面数位化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带着一只手机 然后就这样出去 就不用带大包小包了 是 你知道我最常 出门最常忘了带的东西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手机 所以 是 那你不会怕未来被举代吗 对 有可能 有可能 对不对 因为有许多机器都可以帮我们包药之类的 对 对啊 好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 那接下来 吴宇宇是兽医 对 就是因为其实 我觉得医生都是靠自己的经验去判断的 所以我觉得要 要被AI取代掉还是有点难度 而且如果像前面说 我就是把所有医生都把他的经验丢进去的话 我可以自己留一手 我不要告诉他全部 那我试就不会被取代掉 那如果所有医生都这样 那其实AI还是没办法取代这个职位的 是 可是你留了那一手 不一定别人就说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自然还是有这些东西 可是我可以想到 结合收益跟精神科医师 那就是宠物沟通师了 OK 对不对 好像不错 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来 永续的SDGs的 就是一个议题就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运用AI去帮助人类解决 人类需要面对可能环境的调试问题 因为这些环境问题是人类所造成的 那人类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它 也就是说 AI其实现在没有办法去帮助 去帮忙解决 它只能去 我们想说 AI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功能 然后协助我们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个 慈恩 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去发现新的事物 而且我觉得 AI它 没办法就是像我们一样去找到 像人体里面 生物方面 植物方面 新的事物 所以这是那个慈恩的观点 好 你们大家把牌子放下来 那我要请教 那老师 你就他们所选择的这个职业 他们有没有忽略到什么 或是没看到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其实书中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要去思考的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 那我觉得像 就像研究员跟这个其实都一样 都是创造这个知识 然后去看一个现象 然后去归纳出一些东西 然后又有客制化 个人化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都很有趣 是 所以这我可以看到 就是当然面对2030年的工作趋势 那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工作想象 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说 这本书也是对这个日本社会 未来想要面对的挑战 不过呢 在这里面书里面 它出书的时候 到我们目前为止 就录影的当下 实际上我们已经经历了 从2019年年底开始的 COVID-19的这个危机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生活之中 已经很明显地感受到数位化 我要请现场的同学 你们用你自己的生活经验 来跟我们分享 你觉得哪一些优点跟缺点 你特别有感受 或者是上面没有写 你觉得它也是它的优点跟缺点 有没有 要跟我们分享的 慈恩 你先来 我们现在出门要带着钱包 虽然说有Apple Pay Line Pay那些 但是不是所有的店家都是支援的 所以如果以后全面数位化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带着一只手机 然后就这样出去 就不用带大包小包了 是 你知道我最常 出门最常忘了带的东西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手机 所以我的人生又应该毁了 你知道吗 毁在科技化的世界里面 我看到这个我很焦虑 真的 好 我来看看 有谁要跟我们分享 有没有 来 老师想听谁的观点 千千 千千 好 就是刚同学讲的就是说 优点就是出门不用带一堆东西 你只要带一个手机就好 但是我会想就是 那如果我今天断网了呢 或是我的手机掉了 数位支付是一个优点 但也是一个缺点 就是万一断网了停电了怎么办 对 好 这是千千千的想法这样 那我来点 余欣你呢 我觉得像是缺点里面的人际互动训练 减少这一点 我会觉得比较有感 因为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LINE 这种通讯软体 变成是说我们可能是用 不管是语音也好或是达字也好 但好像缺少了真的是实际面对面 去沟通的那种感觉 那如果全面数位化之后 我们变成生活中然后都看不到一个 真的活人在我面前讲话的话 我会觉得就是很没有温度 然后如果你哪天真的需要运用到 你的社交能力的时候是不是就会缺乏 是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因为之前我听过一位科技大佬跟我讲说 在疫情期间 他总共开了一千五百多次的线上会议 没有交到一个朋友 也就是说以前我们会飞出去跟人见面 对不对 就人际互动这个扫子 他没有交到朋友 我觉得这件事还蛮特别的 那吴云云 你呢 我觉得全面数位化他的 就是他的只给年轻人那种 三十岁 四十岁以下的人 是非常适用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老年人 因为其实现在 所以四岁以上就老年人了 没有 就是老年人 你说像是七 八十岁的 像阿公阿嬤很喜欢逛菜市场 那你叫他数位化 他也不会用 有的阿嬷 阿公不喜欢学那些东西 那他是不是就没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那你要叫他们去哪里 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 不能直接全面 你还是得给他们留一点地步 留一点位置让他们存活下去 让他们还是需要社交这样子 是 你都讲到这社交是很重要的 最后来 学姐 好 我先说一个优点 就是如果比如说教育 我们让它全面数月化 有个好处在于 我们可以打破空间时间的距离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让更多的偏乡的地区 也可以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 是 所以大家都提出来自己的看法 那老师呢 你针对呢 就是全面数位化的优点跟缺点 虽然我们刚刚在试一下聊天的时候 说你等就是台湾这一刻等很久了 可是似乎全面数位化 好像应该也不太有可能嘛 是 我其实等的是说 我觉得很多时候线上会议 你可以解决掉很多就是旅行的问题 那以后你就不用出差了 对 还蛮好的 我是宅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年只想出差一次 这样就够了 是 我想要把出差的机会留给最重要的人 然后去联系最重要的人 其他 因为你知道人力资源 时间都非常稀缺 你要投注在对的上面 但是我觉得全面数位化会有两个疑虑 第一个是全面监控 你所有的数位足迹都会监控 这一旦外流或什么 你知道 就是很可怕 对 第二个就是得力者倒是谁 其实是科技巨头 是 好 那在节目的最后 就开放一点点时间 有没有谁有问题要问老师的 有没有 来 倩华 好 其实去中心化的世界 是一个无政府 没有一个主权的一个环境 那这个时候到底要如何去管控这个世界 又或者说这个世界该如何正常的运行 或者是说 难道资本就会变成是在这一个 元宇宙中的一个领导者吗 对 其实元宇宙这个词呢 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沸沸扬扬 它包含了非常非常多面向 那我们今天不是元宇宙的专辑 我们就不要去定义它 但是去中心化它主要是因为 虚拟经济的蓬勃发展 去年因为就是美国一直印钞票 然后导致整个全球股市就是膨胀 然后通膨了 那所有的热钱在股市 已经炒到一个顶点的时候 它就开始发展虚拟经济 所以把所有东西 虚拟货币 虚拟商品 它就去炒 那它的逻辑跟股票 或是精品二手市场一模一样 只要双方同意了就成了 所以它才会觉得这是去中心化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法制 没有任何的规定 所以这会导致 比如说有些人他就说我要玩这个NFT 就玩到一半的时候 他买了 高价买了 还没卖的时候 上面就说我们要改变规则 现在这个东西怎样怎样 然后突然之间一百万变成一万 对 重跌 就没了 所以变成说它的问题在于 因为都是所有的玩家 自己去订定规则 去中心化了 所以他要全球热钱用这个虚拟货 去规避那个中央化政府监管 所以变成如果它中途改变规则 那那个律 就法律也跟不上 所以现在各国政府都在想说 要怎么管 管的时候 可是追不到这个人 他是用那个身份根本就找不到 所以就是有些问题 那我个人觉得 只要政府想要管了 它就会中心化了 除非哪天我们全球统一了 是 那今天我们来谈的这本书 就是2030工作地图 实际上它不仅仅看的是 未来十年工作有可能会消失 或是它如何发生 更重要的是 在一个未来人力精简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定位 那今天同学们呢 已经提出他们自己的观点 那今天非常感谢高中 以及大学同学们 谢谢提出你们的看法 那也谢谢日璇老师 来为我们来分享 那最后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是 为什么我们要来关注 这样的议题呢 我觉得这个议题告诉我们说 科技怎么样来跟人类协作 所以思考是第一个你的工作会不会很容易被取代掉 就是人都可以取代 那我觉得第二个很重要的是 就是你喜欢什么就去投注 未来就是你如果很喜欢一个东西把它做得之好 然后全球就只有你可以做 或是全台湾就能做 你就是专家 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对 所以热情投入下去 非常就是最重要的地方 是 所以相信呢 就是未来我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呢 可以想一想我们今天录影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然后可以为你们的工作来产生借鉴 那谢谢老师也谢谢同学 今天来参与青春来读书 我们下次再见咯 青春来读书 看今晚陪你读什么书 2022年年底随着国门的开放 开始有许多的生活要回到了正轨 而在过去的两年多 我们慢慢地适应了数位生活 但是也看到了世界产生了非常多的变化 那今天介绍的几本书呢 相信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不同的思考 我们来看看这一本 那书呆与阿宅 这里面呢 讲到了两个非常特别的身份 当然这个阿宅呢 指的就是科技宅 那么它的科技宅呢 并不是一般的科技宅 而是学有专精的这些技术人员 因为技术人员呢 他们长时间投注在某一种 专门的知识领域里面 就某一个程度上 贾博斯 爱迪森 乃至是爱因斯坦 他们也是某一种程度的这个阿宅 那这本书里面讲到的是 科技的洞察力 跟人文的深度思维 在这两个能力的辅助之下 我们可以为未来 可以为自己做哪些事情 如果你喜欢每天窝在家 研究专门的知识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看看这里面如何去思考 包括像阿里巴巴 微软 亚马逊 这些高科技产业里面 一些引起重大变革的技术人才 他们如何去思考生活里面 虽然他们不擅社交 他们也不擅长这个辞令 但是他们还是有办法为改变世界 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那除了这本书带于阿宅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本书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的 那就是后疫情效益 那后疫情效益里面 它是由美国的政府的国策顾问 他的名字叫做扎卡瑞亚 那扎卡瑞亚他针对了后疫情时代 也就是在2021年之后 那因为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动 包括了就是越来越多的事情 会因为一个小小的火花 而触动变成大的改变 他称之为蝴蝶效应 不是蝴蝶是蝙蝠的蝴 叫蝴蝶效应 那么在世界未来也会越来越快 未来世界可能会以 次光束的方式来前进 而在政治上面 人们慢慢地会注重在小政府 种植不重量 那么在小政府的情况之下 那么去中心化的概念 似乎越来越明显 那包括了市场经济的挑战 到底是什么呢 当一个国家的宏观的调控 已经受到了这个像是 虚拟经济的挑战之后 那么人民应该怎么样 去理解未来的经济结构 那包括了全面的数位化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那数位化可以为我们人生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跟冲击 那相信这本后疫情效应 会给大家不同的启示 在最后我们来介绍一本书 这本书是非常有趣 它就是人文学科的逆袭 在人文学科的逆袭里面 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 也就是说 当我们每一个书呆跟阿宅 走出了我们自己的世界之后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 重新来定义自己的工作场域呢 那在这工作场域里面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 这需要的是包括了建构不同的知识的平台 乃至于是沟通能力 甚至于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纵观全貌的能力 而这些能力里面呢 真正具有这些素质的 是人文学科的训练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在历史学 在社会学或在文学里面 我们常常会遇到的许多人 他会在这个庞达的文献里面 分析文字 然后爬梳各式各样的思想 到最后他建构出来一个主要的论述 这个跟理科生或工科生 他们必须要依据实验的数据 然后去揣摩去发展各式各样 这个实验的方式 而这些实验或实作的结果 也必须要被可重复 可利用 那甚至于呢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具有高度 确定性的东西 那跟文科生所面对的世界 是完全不同的 而在人文学科的逆袭里面 讲到的就是这样子 理科生跟文科生 因为受到的训练是完全的不同 所以他有完全不一样的大脑 跟思维逻辑方式 去面对相同的问题 而世界呢 正需要这两个不同的面向 来互相补足 那相信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为什么亚马逊 包括了美国一些重大的 这些产业里面 都需要文科生来位居高位 在这些高位里面 他会提供很多完全不同的思考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你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来读书告诉你更多有趣的阅读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